报告 我最近接到的很多人投诉 他们损失了大量的黄金和钻石 我一定可以抓到他们的 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 这些受害者所在的地方都在沙漠附近 这个小偷呢会换很多不一样的 一年为了预装自己 但是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我觉得他们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很好办啊 他可能只是被派来调查的时候 只要我们封锁了沙漠 就可以断掉他和那个幕后黑手的联系 不是沙漠那么大怎么疯 这个吗 由于他们的速度很快 我们一定要隐藏起来 再快速追他 我们可以派出体积角 速度快 又可以飞很高的飞机巡逻 不是飞机飞那么高看得到人吗 你这个想法不是很高兴 哎呀不用紧 我们可以 什么 你看到原鬼鬼世界的冲进沙漠 好的你把位置发给我们 我们马上过去 怎么办我们跟着丢的 你快点封锁三部绿宗 我看他进去的 奇怪 哪里有人把宝石放在这里 我看到他了 我看到他了 他又跑进去对洲了 他死了吗 不要乱讲了 这是橡胶蛋 把他上手靠 说 你偷宝石 有什么目的 我是不会说的 好 拿新机来 言行逼供 有话好好说 其实我是一个人的手下 我也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我们脱宝石 我只知道 他现在需要很多钱 来干你的事情